這個東西就為人家做成一個誤解的影響 台灣內宿家就不好看 他來看這個就好 所以你們為了把台灣內宿情 這也是他的一種說 但是將軍在國內的造型發展 大家就劃弄了他 犯了重路 然後就引起很大的生意 那那什麼女性的關係 事實上我沒有參與那個 就是關於杜雲姬的那個生意 我並沒有參與 我是後來自己引起生意 因為我寫了 誰日上去成為教授 那個時候是我去有感查 因為那個時候是中國時報 有那個一部電查來看 S3 我覺得對於台灣系的最明顯是洪桑 那個時候才會對於錯了 然後那個時候他的沒破 何少全在那個時候 已經源源有在前面 他的創作已經有可能 但是自從已經到了教授的 因為我還記得那個 那個 三文字 寫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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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的 所以就是說 武打台灣系列 只有 有三文字 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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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查先出手了 所以才只有胡教授 可能也是 所以 所以 教授是非投授的 才是 就是 民進來變種 因為民進來為止 都沒有 他 對於 他 所以 所以 這些人能夠把 一個新的 升級 我常說 你 你會不會 叫 我們 我們先放到這邊 我們跟大家在談個十分後 第一階段 先前去 剛才各位看這個人不認識的人 有沒有人說出這個導演的名字 你剛才這個最後這個 關頭 這個導演也是一個國際他沒有名的 導演叫蔡明亮 最近他拍了一部電影 他說 他本來跟一個他的 他的演員叫做李昂聖 他們結合拍了一部電影叫做不見不散 反正拍成一部電影叫做不見不散 後來兩個人各拍各的 然後最後兩個都拍太長 就變兩部電影 一個叫不見 一個叫不散 這兩部電影 台灣人才可能有演過 然後不要玩過 那 到這邊為止 我想跟各位 我們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 第一階段的時間還是要不多 我想還是按照原來的時間 因為我這個紀錄片 稍微長一點 那 今天抱軍就是 因為我帶的那個DVD是 帶到國外去 用英文的 所以他字幕是英文 因為我想說他語言是國語 台語 大家應該聽得懂 還看到這裡為止 這個 蔡壽同學 有什麼想法 看到這邊 其實這個地方是 剛好這個故事 想到 還有另外一個段落 就是 當初這些電影 從開始 票房非常好 到忽然開始 慢慢經過幾年之後 觀眾慢慢減少 引起一個爭論說 這種電影拍在藝術 誰要看 剛才有一個人講得很激動 這個 蔡明亮導演前面 有一個人講得很激動 這個人就是 當時 是屬於被列入 是屬於被批評這個 新電影認為是不好的 那 他也訪問他說 你當初 你當初 為什麼那麼討厭新電影 所以他才能激動 其實他不是討厭新電影 他認為 新電影這個東西 應該是可以討論的 那看到這裡為止的時候 剛剛各位看到一些人 都是一些 影片的導演 然後有一個 各位剛開始看 有一個 老老的想畫 帶點相衣的 這個人是當時 週安電影公司的總經理 就是他把我們幾個年輕人 進去開始拍這件電影 那 我下午 繼續跟各位同學 開始歌啊 談這個東西 就是不完全是講 今天這個 人家談的一些文學 跟電影的畫機 那 等一下我們下午的時間 是 各位 我們來做個表決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完之後 後面就開始要講到 更後期的一些 悲情人士 一些侯小姐的電影 悲情人士 還有 我現在過了一生 一個 有得到一生 戰役了 這個完之後 就講 新電影的後期 各位我們來表決一下 一個就是我們就 看到這邊為止 就算了 我們剩下的下午的時間 我們就開始 大家 我來跟大家 講點東西 然後大家來發問 還是說 把後面那個部分看完 後面那個部分大概 還剩下 二三十分鐘 我們來表決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我認為 我們講課本身 還是用大家 大家同學 心理的狀態比較重要 我表決一下 你不要不好意思 你覺得蠻好看的 我把它看完 我再來講 一些其他東西 你覺得這樣 把他看完的 你覺得這樣 比較好舉手 好 換下 你剛好這裡 覺得差不多了 應該留點時間讓我來講 然後 你不要想聽我 多講一點 覺得差不多了 很滿足的話 滿足的東西 後面還夾在一點 覺得很滿足 算了 舉手 沒有關係 OK 換下 好像前面的多一點點 前面的多一點點 那我們覺得 等一下 第二節 下午這場課程 我們再把它尾巴看完 不過也利用這個時間 各位剛剛看到這邊 我才能問同學幾個問題 你這樣看下來的感覺 有沒有對於我剛剛講說 電影中的那個文學性 有再多懂一點 那我剛剛問說 我們叫做電影中的文學性嗎 那剛剛那個電影 每部電影都充滿文學性 所以你會覺得 怎麼暗暗的悶悶的 好像 是有回憶的 震撼的 那我跟各位解釋 其中有一樣東西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舉個剛剛才結束的畫面 融 阿倫剛剛打掌 你剛才有拍一個恐怖份子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他拍一個人 要進來 用手把他擋住 要進來 他趕手不是把他擋住 很怕他要開槍打 clar 因為那個人已經瘋了 那開槍打 他那個人是恐怖份子裡面的主角 叫李義裙 他已經瘋了 所以 波進來那個人叫做 丁事皆 那這兩個都是舞台演員 那他有一個相搜 他有一戀指 definit 他一直卡在他手 Abd Image 突然聽到一聲槍聲 你那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 因为他的声音 他声音发生的时候 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 他是故意用他枪挡住他的时候 你会有个心里有个期待 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之后 你一定会被他吓到 第二声音响 你注意他已经打到地上之后 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 画面是空的 这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 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 你注意看这个镜头 就是导演的语言 他要知道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 他就让那个人 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 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 其实那空白很恐怖的 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 就是说声音突然又响 他响的时候 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 没有 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 反机拿来扣下去 他没有 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 一个人往前爬 突然声音响了 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 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 就让电话铃声 铃铃拿起电话来 我看到电话也听到铃声 清导演的拍东西的时候 他竟然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这叫做音话分离 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 这个地方就只有文学的空间 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 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 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 所以刚才你是看的时候 会被他吓唬吓一跳 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 我给你看到画面 什么声音哄别的话发生 那杨树桑最大手就是这个 杨树桑也很喜欢用这个手法 放在这个空镜头一棵树 你不玩地道风光波动的声音 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 下一个镜头看到一个人 拿个棒球在打墙壁 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 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 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 或者说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 下一个镜头指他 其实有一个人拿个棒球在打墙壁 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 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 这就是我一学 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 你把人看到重点 我刚才看了这个组合 不然就是佛教杰所说的 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 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 什么角度呢 电影 说明是非常客观的 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 好像天空的一个老鹰飞过 往下看这个世界 他非常非常客观的冷静 所以他到拍了有一部电影 叫封贵兰的人 各位看到几个人在跳舞 再一个女孩 前面在密西派舞 跳舞 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 然后在那边最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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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最爱最爱 最爱最爱是什么事都没人做 他是讲那四个人 后来就当兵了 这四个男生 看到当兵是在没事干 很无聊 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 很无聊 很无聊 就是什么 把那四个人 只好互相脱裤子 在海边最爱最爱最爱 就又觉得 这电影在讲什么 讲什么无聊 他说不是你拍最爱之后 票房没有非常好 因为他卖得无聊